如图C点测线段AB3 AC线段长点6 BC线段长点2 分别以AB线段 AC线段 BC线段为直径 化元C1 C2 C3 然后再化一个元C4 其中C4和C1内切 C4和C2外切 C4和C3外切 则C4的半径为多少 那首先我们先 在图中我们令C4的半径为 小R 然后诸为C1的圆形 那E为C2的圆形 F为C3的圆形 然后G为C4的圆形 那诸G线段 就是最大的圆 跟C4的这个圆形线长 我们可以用大圆半径 扣掉小圆半径 所以它的大圆半径的话 就是AB线段长的一半 那AB线段长一半是4 所以说诸G线段长 就是4-R 好 那第二个EG线段长的话 好 那因为C2跟C4它是外切 好 所以连心线长就等于半径合 所以等于三加 所以同样的FG线段长 也是半径合 所以它是E加 好 那接着我们可以锁定 三角形G1珠 这个三角形 还有三角形G1F 这个三角形 好 这两三角形的三边长 我们都可以用小R表示 然后它们有个功用角 就是角 G1C或是G1F 好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余线定理 我们计算Cos的角G1F 好 那角G1F的话 我们用小三角形的话 可以表示成是两倍的EG乘上E珠 分之EG平方加E珠平方 然后减掉珠G的平方 好 那如果要利用到三角形G1F的话 可以表示成是两倍的EG乘上EF 好 然后EG平方加EF平方 减掉GF的平方 好 那分别我们将上面给定的这些线段 好 代入到这个式子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 一个1元二次方程式 好 那化检整理之后 会看到说 平方向会消掉 好 那所以最后计算出来的答案 可以得到 等于是三分之十二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链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